刚刚我们有看到蔡英文在台北市文山区 还有一直到北投 在这个台北市算是比较深蓝的选票区 特别是文山那是超级深蓝 但是两边依然有很多人欢迎她 今天很寒 那么马总统今天也在嘉义 那她在嘉义受到欢迎的程度是怎么样呢 来我们来看Vixia 不知道是天气冷还是险情太冷 总统车队所到之处几乎不见热情民众 支持者零零落落更尴尬的 当车队行进立委陈明文的竞权总部时 警察竟然比民众多 马英九车队只好迅速离开 但这还不是最糗的 乔乔这位先生知道马英九要扫街 立刻把车子停一旁 激动着对着马总统比出贺道财的手势 来到阿扁故乡台南情况没好转 台南乡亲有备而来 准备了一件泳裤说要送给他 穿在盘子的内裤 那种游泳裤出在外面打碰 这位阿伯说是看了这支竞选广告 得到的灵感 这位阿伯说是看了这支竞选广告得到的灵感 这位阿伯说是看了这支竞选广告得到的灵感 毕竟用了34年的棉被和补到不能再补的游泳裤 真的不容易看到 总统是去大义 有一个朋友他真的非常认真 我跟他大话新闻就是要有根有据 这位朋友他去找了一本书 这本书我相信 我猜了看的人大概不多 是李全教写的书 李全教所著叫承担与责任 这本书里面第250页 他影印以后给我的 这样 李全教也有写过书 什么啊 他说李全教的书里面写说 这个台南县以前成为三等二等国民 使得这个南科园区未来发展受到严重阻害 本习 他做理尾嘛 本人特要求交流部尽速废除中山高的新市及南二高的散化收费站 好 现在处理来了 李全教要求的是这两个 神奇和善化 马英九要求要求这两个 神奇和白樓 有这样的不一样 没梦 他要说什么你听什么 他要说书里全教是说的是善化 对 马英九你说的是白樓 別人叫做那個拉好李全教 那個觀眾才是很老子 老子 老子 考證工作 可愛 他說現在馬團隊不肯對線競選支票 馬英九把責任完全推給李全教 寧可讓李全教犯上偽造文書罪 寧可冤枉布下李全教 也不能損及馬團隊的一根汗毛 這個有趣喔 我是有李全教感受最親人 對 所以我經常去台南說 李全教沒辦法扛放是馬英九的 好 李全教的標題是我在你左右 旁邊沒有人 他說如今聽說中國國民黨又要騙了 騙說明年陷阱內四個收衛戰全都要廢 因為這馬英九講的嘛 對 事實上是全國所有收衛戰全部都要廢掉 全部改為按公里數收費 屆時原先不必收費的路段也要收費 外來政黨的騙數高明又遏止啊 對 這個事情對台南影響多大 你若買年以後要改做全部都按照里程 全部都廢掉 是 那也沒有關係 假如你現在把這兩個收衛戰先廢除 沒有衝突吧 對不對 你像 如果過年過年你都可以 收費戰暫停收費 你就把這兩個收費戰給我們暫停收費嘛 今天不是台南人不需要交情喔 是因為你多給我們設一個多攝一座嘛 我們這邊等於兩條高速公路四座收費戰 對台南鄉親不公平嘛 是 他現在賴給李全校推個一干二進 這就好像余文一樣喔 像我們綜合那個一百塊的 他現在全國借領我們上課的區長喔 國民黨現在的講法已經是齁 以前都這樣辦 那是區長辦的 那是區長辦的 區長辦的事情對台南影響有大嗎 影響大囉 而且我們台南鄉親 我跟你說大家記住都喔 我們台南鄉親還有做一個踢霸 在收費戰前面 提醒來往的車輛駕駛人 馬英九跳票 現在八成的記住都就是什麼 馬總統的遊園庫拿一博 所以人家拿一博要送給他 馬總統的名牌到35張 記住都喔 我們今天也要開車 叫油浪車 叫油浪車要來台北看他的名牌 在後避啦 後避現在聽說便宜還要來遊浪車 他就說來台北 馬英九如果是英國 或是阿甘米政府 這邊看一看 他們全部都要回馬英九 再來喔 這個是什麼 這兩個收費戰 星期白的收費戰 台南人我來記住喔 好 我們現在再看 我為什麼剛剛國東兄講的沒錯 馬總統我看他認為選情慘了 這連阿部 有看到連阿部 這當時的報章 1月5號 今天也有 說啊 綠營積極服務 眷村還是會投籃 但投的願阿 欸 綠營積極服務 你還是投籃 為什麼要願也要投籃呢 這位年華 其實喔 眷村其實 他們為什麼會這麼講 就是因為 實在說姬姬馬英九 阿公說不出嘴啦 因為做得夠暖啦 是 但是因為可能因為血統 或是意識型態喔 還是寒淚寒雪寒恨 去投馬英九 現在還加一個寒怨 對啊 他們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們要這樣投 其實我是奉勸這些眷村的朋友們 投票是很快樂的事情嘛 投票幹嘛 含淚含雪 含恨又含怨 欸 那回來會來胸欸 那回來真的會內傷欸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 快快樂樂樂去投票 投給你想投的人 你覺得誰好 誰幫你做服務 你就投給他嘛 這很簡單的道理嘛 我要講一下馬英九查到那個敗票 宏宇這個算不算民調 我請問中選會 我們剛剛放了兩字袋子喔 蔡英文在綠營的監困選區 文山區 敗票 車隊 旁邊都是人 有人化動作有人化加油 馬英九在藍營的監困選區 嘉義跟台南 也是一樣的車隊 旁邊沒有人 有一個這樣 這個算不算民調 這個也是一種民調啊 沒有人那是自二號 二號 他這樣改罪我也是笑笑 我說這個東西其實他也是民調 我要告訴中選會 你禁不完啦 這個是最直接的民意啊 中選會你不要聽有人說 你禁給他看 你一個總統如果你做得好 今天兩個場面應該是先顛倒 應該是馬英九在嘉義台南後 旁邊都是人 夾到歡迎 夾到歡迎 應該是蔡英文在這邊 沒什麼人 因為蔡英文被國民黨形容成 這麼爛嘛 你看過期什麼政治庫聯盟 現在不敢爛 我們公伍不敢爛 現在改國民黨立願黨 趕聚明了 他的分身就是那個 趕聚明有進步啦 我們還是給他鼓勵啦 至少趕聚明出來了 每天在打蔡英文耶 那為什麼越打蔡英文旁邊的人越多 人氣越旺 你這些大老闆 不是都挺馬英九嗎 我覺得這些大老闆 你們很不應該 明知馬英九今天要去嘉義 要去台南 要用私人專機 用遊覽車把你的人工 載去那邊等他 這樣才叫做真的挺嘛 你光嘴巴講講講什麼 結果害馬英九今天那麼難看 旁邊都沒人 這個中選會 你最好明天開始也宣布 電視台以後不准播這種畫面 因為這個也叫做民調 真的要公布 而且我也會照辦 謝謝來 徐老師 我覺得連晃講得對啦 但中選會那個標準 公開匯聚明義就算是民調 未來所可以關 賭盤報導不能講 弘毅這個肇事長也不行啦 你講人多人少 你可以講你自己人多 不肯講對方人少啊 弘毅按照這標準 這些都要禁調 我覺得中選會 你就一套標準 你今天不要 弘毅有一套標準嗎 中選會現在這個秘書長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也在當秘書長 2000年 2008年的時候 未來所 民進黨有沒有把它關掉 說你這是民調 沒有 同樣一個秘書長 四年後怎樣 這個民調要關掉 所以為公開匯聚民意 call in是不是公開 會聚民意 語音投票是不是公開 會聚民意 這些都不行 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一個政務官 四年前覺得 未來所沒有問題 四年後未來所要關掉 所以我在問的是說 馬總統你說你跟政務官 你說你跟這些公務員都很好 你覺得你是公務員代表 那公務員為什麼會被你弄成這個樣子 也許賭盤喔 如果有80萬就可以下了 有個尺度就對了 是不是 因為上次 也許賭盤如果倒閉就不行下了 因為上次滿久大贏 所以賭盤可以報 未來所不會關 那這一次很危險 所以賭盤要進 未來所要關 那你把你的頭藏在沙子裡面 當鴕鳥 你以為這樣就會贏嗎 是 其實中選會是拿磚頭砸自己的腳 我認為這個只要打官司下去 中選會一定站不住腳 因為很清楚喔 你說公開會籍民意 什麼叫公開會籍民意 任何民主社會就是要讓民意呈現 我們都在政立學 民意的 代表民意的會籍 才能夠成為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據 當然要公開會籍民意 你只是說民調只能是抽樣 因為你抽了一種樣本 你就代表全體 那就是很有誤差很精準 其他的喔 你說打電話進來在電視台裡面 這種時候要趕 沒會新公辦理 我們不要再花那麼多時間 好 我實在覺得是 無策努力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現在純選前沒有幾天 緊緊緊的事情 現在大家很多 還有一件事 這是台北市政府 說世大運申請到了 對 他們的公共 花很多錢就對了 這樣 宋楚瑜說什麼 電報費也不可以 你有錢打世大運廣告 你台北市聯盟 為什麼不還建保會 我實在說 這個事情其實是大話在討論 對 你想不到連宋楚瑜都會講 他也在看 他也在看喔 對 現在他記到動耶 不然你怎麼知道現在 政治是邊邊做什麼樣的 不然 剛才聯合報廈說 投籃投得硬 不是投馬英九 不然有人去投送主義 投籃他不敢說 投馬英九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話在說的時候 怕你馬英九選舉選到 目無法制 一場亂臣賊子 都在目上 已經沒有顧到他過去的形象 沒有顧到他過去的 依法行政什麼都沒有顧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觀眾你再想看看 這個人年齡四年 不是麻糬的政績 為什麼選到目無法制 這個人未來 他還要跟我們說什麼 到有社會觀感 要到的 你要再相信 要再聽嗎 來喔 老師 我先提醒你 拜那個尼爾森 那個收視紀錄筒 拿出來講 那也會及民意 那也會及民意 那也是收視率耶 那也會及民意 多少人在看 那也會及民意 他不要拿出來 發照例我不想 我說 馬政府這個 現在要做是什麼 我覺得他越來越像 學北韓 他要讓人民 活在他創造的 那個假的世界來 對他不理的 對他不理的 所有人都要撐住 他只要呈現他好的 好 所有的大傢伙都出來聽 什麼好 一些 一些那種 所謂的粉飾太平的 都站出來 都要說這些事情 真的 這個社會 什麼事情 他現在也不讓老爸是知道的 我說這才是可怕 他現在是已經回到 我們說已經倒退了 回到那種 過去我們說 所謂的獨裁 這個封閉的那種 那種想法 他想說 都把你抖開 都別說 老爸是知道的 不知道 還怪怪的 他騙著騙著 我覺得 大家要想 如果這一次讓他得逞 對 這不得了 這一次讓他得逞 大家想看 可怕 可怕 真的 我想不說 如果讓他得逞了以後 再四年 台灣還要再倒退多少 是 是 我是覺得很奇怪 這段時間 全台灣這個法官 這個檢察官 這個蘇法改人 你們眼睛沒看到 馬英九已經違法亂記了嗎 包括監裁委員 雖然我們常常說 那些政策要亂七八糟的 就是本首 但是 雙國也有英格 還有有良心的 這個 負這個感動 這個社會